正常 又大了 誰大了 換了畫面 我那裏 你那裏大了 那裏是水種 泰哥搞大廠 大廠有幾個攝影機 當然要轉一下 蔡和平 透明也是換衣服 蔡和平我看到汪亞姐50周年半島搞的宴會 也有出現 蔡和平 她的樣子真的沒有變 真是 真是 反而阿峰是說阿丁 八十幾歲 差不多就賺了 也是經典人物 所有東西都是珍惜 也有影響 不知道之後大台會有什麼新搞作 這些嗎 我真的不懂分析 現在靠吃老本 30年前我媽媽的年代 那些EYT都走出來 真的慘不慘到這樣 我看到現象 之前也有說過 某個機構搞的 中大新聞獎 所有視像的新聞得獎都是Cable 即是說無線 不是拿不到獎 是沒有製作 是 新聞 不會好像Cable 衰的新聞部 都有一些 關於大陸新聞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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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六七暴動 他做的特輯 全部都拿獎 即是 過去那年沒有再 扔資源做一些 有突破性 當然那些 最突破就是什麼 那些朋友都認識的 黃偉倫 英文的 Max Wong 黃偉倫是發展局的 不是 現在是NOW TV的高層 第一代光頭頂主持 世良 那個年代 他好像是倫敦政經大學 法學博士 六尺多高 六尺多高 很喜歡請人吃東西 二百六磅 二百六磅 六尺多高 即是跳就跳不起來 只有一個高字 那時候商臺 我們一台的辦公室 樓底也不高 有個假天花 他離春也頂頭 幫忙換燈 他適合做風中三子 不是 他適合做風中三子 又是包包不收 又是瘋的 又喜歡吃 又喜歡吃 黃絲來的 不用擔心 那現在做的是什麼 鬧高層 那怎麼會來做呢 然後看到他Facebook的帖 我之前也分享了 他說 在TVB管理的晚期 因為方小姐過了身 方日華 他說 TVB的新聞部 皮肺一直在剪 最搞笑的是 連去澳門採訪都要審批 省著就省著 省得多少就多少 以經濟緊絕為由 你去澳門那張船票三個月有找 三個月有找 三個月有來回的 對 記者是來回的 如果賣檔 人少少的時候 有特價便宜十元 還有記者 如果入賭場 賭兩手 手氣好的 收封信 拿回二千多積分 你叫阿泰哥去做訪問 那十元是他自己帶的 還有說得難聽一點 說得難聽一點 你的大機構 你問那些船公司拿 Discount一定有 或者甚至有一個優惠價 月費 月費 這些是自己交付的 或者有贊助也不出奇 連我都看得到 我都是呱獄 連去澳門那些船票 你都去省著 沒有的 正常來說 應該新聞是要追的 一定追 不是報新聞 是追新聞 如果要過這麼多 從關卡 才決定去還是不去 而用錢去做一個行量 那很多新聞是甚麼事 譬如說 林鄭777 這期喜歡看《極過不極光》 林鄭777帶著有幾個重要高官 她帶團 和我們D100搞旅行團 政府高層旅行團 和她的藍絲粉絲 我們去看《極光》 不好意思 炒車 那你派不派記者去追 加拿大黃都準即飛 即飛 如果沒有經濟客位 都要飛 商務 商務都要飛 頭等都要飛 你追新聞 譬如獨家那些 就像當初李麗珊 拿到奧運 那些你都要在現場暴 因為大家猜他可能那場奧運 96年阿特蘭大 是真的有機會拿到冠軍 那些記者就全部在暴 一定在那裡 CAMMAN 收音 吃狗大鬼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吃 什麼時候拿筷子 叫著女兒先 照計如果你是老闆 然後新聞部的新聞 跑不了回來 照計是責爛的 死定的 那時候我聽我師傅說 你一漏一單新聞都會死 要對新聞的 即是你報新聞 別人報了路透社 你又給了路透社 但是你沒有讀到那單新聞 然後還要發到很大 如果你全部都用錢去看 即是跟上帖子說 那真的漏了很多新聞 漏了新聞 接著是逆外電 現在不斷逆外電 其實動新聞也是出事的 動新聞很多都是網上新聞 大陸新聞 我也是網上看了 Facebook 沒有本地特別新聞 基本上那些 炒車撞車當然有 沒有沒有 那你免費報紙那些都死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看蘋果 因為他有獨家的東西 因為他都會跟其他報紙對新聞 但他會留一單給自己 他就放在頭條 就不跟你說的 那時候我們就看 明天蘋果不知道頭條做什麼 他一定的頭條是跟全世界不同的 還有現在那些什麼 Fatwire那些又全靜了 變成全假社 就是籌不到錢 接著又沒有 眾新聞也是沒什麼 這樣搞法又不健康 最好是我們D100 我今天就拜讀了一篇文章 我平時很少看文章 書也是亞洲人介紹的 波經也不看馬經也不看 所以這輪書 我媽媽不認得 接著又不做功課 居然今天有人把文章給我 我讀完之後 猛然醒覺 主要是王德全 不是故事 接著打了個冷靜 我說這篇文章寫得真高 作者呢 鄭京涵 眾新聞 題目叫做 泛文拉布 黑不容緩 團結一致 對抗外敵之類 接著讀完 講述 泛文現在的情況 又不團結 雖然 有些不拉布 都加入那個行列 比如說民主黨 還有公民黨 但都是被人那種無力感 你繼續講著篇文 你說拉布 我剛剛的書包 正在看一本毛澤東的書 講他早期怎樣玩拉布 葛貝凡剛剛提出 要建立一個抗日紀念館 在香港 就是歌頌毛澤東 在抗日戰爭的時候的 封攻位置 但是毛澤東為了要上位 搞拉布 拉到上位 我立刻出來拿一本書 好 先認識個視像 泰國先認識個視像 阿鵬越出來 毛澤東拉布 會不會就是為了不搞抗日戰爭 拉完布就上位 拉完布就上位 民主 這個非建制派真的要學一下 是的 因為那篇文章 其實裡面有提到 有些議員的質素有限 他們本身 又不是一個偉大的演說家 然後 又不請一些坊間的高人 去幫他寫一些動議的內容 或者寫一些文章 這樣才可以去進行有力的抗爭 又不團結 質素又不夠 又不找人幫 那這場仗怎麼打呢 這篇文章讀完之後 將整個香港政治形勢 再講到接下來九西大埔補選 這個情況 他提了一句 這兩個補選區 一定要重現當年 找不知誰 陳方安生 對葉劉的情況 差不多是三隻手指捉田 找贏 接下來這場仗 那他沒辦法選兩個區 九西鄭京漢 大埔鄭京漢 不可以選兩個區 新界東 不可以選兩個區 那去火柏宇若薇 一人選一個 一人選一個 沒辦法 但又要找72歲老叔虎出來 贏是贏一定 但不是這麼無助 譬如這100 周鵬升軍發財 阿亨就結婚 沒有人 然後又拐人出來做封衝三子 這個黨 這個機構都很倒閉 不可以的 但我們這100 幸好我們還團結 對 所以非建制 為何到現在 好像 剛剛贏了一仗 就是那個劉會 然後 就無以為計 你說一個持續的戰爭 很快就被人看完底牌 你那些部署 可以再周密一點 就是一個小勝 然後很快就被人封衝 然後又被人封衝 所以現在他們就著 其實在這些細議題 他們都做運功夫 阿大 富厚婆心 看回整個大局 叫大家齊心 他是不是撐歐樂圈 這個我不能說的 不是的 聲帶不斷報 可以說的嗎 那我不知道 不要看著 我怕滑個洞你就會跳 等一下 說話 進來 出機 趙輝 阿大又說我 你看著人家 你也不告訴別人 你搞錯 大哥 說一聽才行 是不是 阿坑是要說 但問題 其實應該這樣說 又說一句公道說話 如果真的有聽主流媒體的評論 也好 時事節目也好 民生找的議員也好 他們真的有策略地 現在真的要搞死這一群 在前面的非建制 即是外面的傳媒 他們自己爭不爭起一件事 即是他們逐個兵 逐個兵 不斷叫他們出來 說他們是廢柴 你們拉布的方法很差 我不是說阿大同出一切 是他們每天都在主流上 不斷被人潑冷水 不斷抹黑 不斷說他們是廢柴 又不找他們 所以他們慢慢在主流上 越縮越小 即是使用聽眾 中間市民 對 外界人就覺得 真的沒有聲音 他們現在靠自己的希望 發展一些片 接著又被人吵 說他們有正經事不做 要做KOL 其實說說說說 你真的覺得他們是廢的 但他們很多議員都下了功夫 他們是拉得很差 但他們必須要這樣做 但他們必須要這樣做 對 譬如今天我們很高興看到 黃浩銘回來梁家 今天保釋出來 然後探探拿車 大班 這些就是要保住的戰友 對 對 對 一有一點 小小的力量出現 你就要把它團結 對 對 差不多這樣 別人一萬一萬 我只是一毫一毫地存回 對 對 對 不是不能打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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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這樣做 我覺得他們沒有放棄 但你說是否團結到這樣 我又覺得 始終裡面還有些 國懷鬼胎 對 有些動不動 可能突然轉軚也不奇怪 對 有些逼雲會 支流 不知道 又未睡醒 那類型 我以為人大可以左右到整個人大選舉的佈局 你連立法會都搞不定 所以民主黨的邏輯 我早大班 白痴 民主黨的邏輯已經真的沒有話跟他說 沒有的 真的沒有話跟他說 沒有的 你想一下初選 初選 為什麼又說不肯 你還有什麼 這樣的論述 或者說法 初選是找代表出來選 不肯 他們不肯 當然 你不是選到我要的 是啊 我又沒有錢 就是 有些更好笑 有些 不知道哪個黨 你想選 你掃錢 做一些 survey 證明你有實力 你叫我掃錢 不是吧 那些你怎樣 鼓勵生產 都不是那樣 如果你現在還這麼計算 真的沒得說 這個拉布 你有本什麼書 我這本說毛澤東的書 毛澤東語錄 大魔頭 大魔頭 你不要代這本書上四川 前文後理我不說 總之話說 1930年的6月22日 在福建 龍岩 因為之前 毛澤東要趕走朱德 他就是私底下 因為他不聽蘇聯之敵 靜靜地趕走了 朱德 後來就被人踢爆了 他不聽蘇聯之敵 現在是開一些審判大會 之前那些 毛澤東好像差一點 他不聽蘇聯之敵 上海那邊 他的命令也不聽 總之 他就批判毛澤東 總之就剝奪他的職位 給陳毅 朱德做一些位 趕走毛澤東 毛澤東那時候就走了 走走走走 他就去了一塊地方 離開了那時候 在福建 叫做龍岩 然後去了一個 當時 之前 朱德打落的天下 叫做 福建西部 一個地方叫做 繳陽 想著 找回自己的地盤 要開會 因為你要拿到自己的地盤 那時候他們也算是 一些 非主流政黨 秘密政黨 受蘇聯 資金所影響的 共產黨 不見得光 靜靜地在福建山區開會 他也要收 其實也要得到 上海 即是共產黨的 額頭 再加上 前蘇聯 史太林的額頭 有什麼辦法呢 那時候要開會 總之要開會 就確立自己有權力 因為你在那邊趕走我 我現在去別的地方 就成立一個 地下共產黨的資部 毛澤東呢 他就玩拉布 叫了五十個 那時候 在福建西部的 共產黨黨員 開會 因為那時候 很少人 開會 開會要投票 確立誰 誰 就做 書記 誰做 軍委主席 但大家有沒有聽到這麼大 那時候只有幾十丁有 總之 是一些很小的組織 就是 為內自己追 開會 第二天 接著 就不見人 第三天 又不見人 即是不夠人數 不到 就不夠人數 接著 大家都受不了 約齊了 開會 那些代表 在其他地方 他抽些時間 不落田 不做工廠 總之我抽時間 去那些地方開會 接著 毛澤東 從7月10日 開始 大家在開會議 說一些無謂的事情 即是他一直都不在 在這裡 一直在 開始說無謂的事情 說一些無謂的事情 譚天雪地 詳情沒有說他 說什麼 總之 會開了二十天 其實最終 是要 去到投票 去確定 那個 共產黨委員會 有什麼 成員 誰說的 說了二十天 都還未到正題 那他在等一個人 還是在等一個人 想抓到人 睡覺 在等 因為那邊 正在配合 國民黨會 收到封 有些共產黨人都開會 所以還不入正題 共產黨的國民黨 還未來 我抓了一天 大家再抓一天 又繼續說無謂的事情 說一說一說 國民黨的軍隊殺到了 那大家要走路 那 那就投不了票 哦 投不了票 大家就各散東西 之後 一個屈尾十一 那時候 通訊系統沒有那麼發達 然後 假傳聖旨 騙蘇聯 和上海 其實我們已經投了票 現在 由毛澤東 做前線陣地委員會主席 軍事那邊 都是他們的人 因為他們安插了那些人 那拉布 拉布挺好 哦 其他開會的人 全部都被 走了 因為他們趕時間離開 國民黨 國民黨不是清共 清了 不是堆壞 而且我預計了二十天的盤川 那些費用 哇 你磨爛隻 磨了二十天 你還未講正題 那我當然要離開 嘩 這招高 對 這招應該是泛民學校 泛民就是 嘩 我真的看到他磨了嘴 開二十天會 都還未講正題 但是他要有這個角色才行 他拉布要有一個 一些借力打力來 打擊敵人才行 他也算醒 他知道國民黨 什麼時候北伐上來 國民黨 清共 這個故事 他們覺得一定要北伐上去 才可以統一全國 胡總統看你這麼白癡 就對了 自己來湧湧 看你什麼時候來 還要保證他自己可以離開 可能他醒到離開 國民黨的衣服 然後開始唱梅花 之類的歌 那時候北伐完了 總之會收到封 國民黨會打到來 那時候還是清共 現在這個狀態到三月才是補算 拉布有什麼人說 拉布當然好 有沒有一些類似的情況 例如現在選人大 有沒有一些事情分到建制心 你知道現在建制人家都拿了鞋子 鞋架 他們現在正在簽名報名提名 有什麼事情分到他們心 沒有 但選舉下年三月又有交叉牌 其實記者應該去問李慧琦 你說拉布不好 你是民建聯 你應該很熟前黨主席毛澤東的過去 在1930年7月 毛澤東敗走福州龍南轉戰狡羊 那裏 拉布開會20天那裏 你怎麼看呢 你還沒說完他 那些位貴城 你吃了飯沒有 董建華那些 等等 我打給我的前主席老鼠吃 中國歷史應該很熟 中國歷史問題專家 1930年7月 那期 老鼠吃究竟知道毛澤東拉布的故事嗎 這個真的要問問